主播三千六百遍 今天看我變身 超厲害的水上芭蕾舞者 水中蛟龍不稀奇 邊游泳邊跳舞 水中芭蕾教練 全台只有三個人 一堂課一個半小時 要價三千元 結合高能度 游泳技巧 體操芭蕾舞動作儀身 水上芭蕾看自優雅 其實水上能夠極力 皮膚 我們必須要水上最基本的動作 其實我水底下很忙耶 我手一直滑 一直滑 一直滑 才能維持水上的優雅 水上芭蕾第二關 妳要學什麼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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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的表演如何 我第一部分是非常好 我們需要比較小 OK 謝謝 我真的非常好 耶 不過是最基礎的練習 同手同腳已經快要崩潰 這個進階版飛出水面芭蕾腿 終於出現 你的手不要停 老師剛剛說 你就像機器人一樣一直滑 如果你只要一停住 你就 踩到水裡面了 想跳好水上芭蕾 訓練過程 超血淚 寒流冰水當中 泡上十個小時還在練 想多拍成名 得苦練好幾年 有時候我們會有症狀 例如 把肌肉壓住 或把肌肉壓住 因為我們跳舞 我們有轉動 我們有轉動 所以有時候 你只能疲累 我學生會獲得獎 在比賽中獲得獎 這令我最誇張 要找水上芭蕾的教練 你要參加過國家級的比賽 要有水上芭蕾教練執照 還要能夠不怕翔水 肌耐力 柔軟度都要夠好 月入三萬五 水上芭蕾教練 全台灣罕見 每一次的優雅分堂 風光轉身的背後 有太多辛苦 你我沒看見 台灣神奇的火舞表演 越來越受國際矚目 也登上了央視春晚等 這些火舞使者 玩的可都是真火 有人表演到一半 被火紋身非常驚險 今天的主播3600遍 就要帶大家一起來體驗 這些專業的火舞使者 到底如何玩出神奇的火焰 並且戰道高興 我們可以令人多留下 將成功的火焰的火焰 然後是兩次 目前為止